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礼拜三 当然每一天我们都在持续的关注 但是 这样的关注有时候让人家觉得很奇葩的是 你美国应该会发出什么声音 大陆应该会怎样 台湾应该怎样 那你号称是红媒的应该要怎样 可是 怪 好 我们先来看看怎么怪 美国 当然现在总统大选已经是如火如荼了 那 川普现在应该是捷径所能抓住每一点能够连任的机会吧 他每天都在搞事搞中国 你知道他现在要干什么事情 美国 美国 又把了六家大陆媒体 当成是外国使节团 然后现在所有被当成外国使节团的中国在美国的媒体总共15家 那你会说那当成外国使节团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全世界它基于对于媒体的尊重 所以说你是媒体的话我给你记者证 然后给你采访自由 美国对大陆的媒体这样 大陆对美国在中国的媒体也是这样子 所以用对等对新闻的让你有采访的自由 但是美国国务院就片面 他说我认定你这几家 你不是媒体了 不再是媒体了 我把你当成是中国政府派住在美国的一个政府机构 所以你派住在美国的你的财务结构 你买了房子租了房子 你干嘛干嘛 你用了什么人 你的薪水全部要跟我报告 变成国务院变成你老板了 你懂吗 所以这个媒体的一举一动都在国务院的坚持之下 而采访权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它不断不断的增加 现在大陆已经有15家媒体 在美国被当成外国使节团 然后连香港媒体凤凰卫视 他的一个广播台 都被美国国务院对付了 那美国国务院这样搞 大陆的外交部当然有对策 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坚哥他就说了 你美国有几个公司 美国广播公司 那个叫ABC 洛杉矶时报 LA Times 还有明尼苏达公共电台 你要知道 公共电台它也是有政府的股份在里面 政府的捐助在里面 所以你美国你现在用个借口说 因为你哪些哪些媒体都是官媒 都是官方的 所以你怎么怎么样 那是真的笑死人 美国自己一大堆的官媒 美国之音就是官媒 美国之音到处在全世界搞事情 美国国家事务出版公司 新闻周刊 美国专题新闻社等 六家美国媒体 铸中国大陆的分社 即日起 七天内 要向中方申报 在中国大陆境内所有工作人员 财务经营 拥有的不动产能资讯 署免资料 所以等于对等报复了 我是一向赞成要对等报复的 那也就表示说 过去这些美国媒体在中国的这些事情呢 中国并不知道 那为什么我坚决主张要对等报复 对等作为呢 这是第一 本来国与国之间对等 就是尊严的来源 第二 特别是对美国这种国家 你不对的报复 他就觉得你怕他 你本来是想说 我就忍你吧 我们中国人是这样 我就忍你吧 我忍无可忍 重新再忍 但美国人不是这样 美国人的民族性是 整个西方的文化是 你打我一耳光 我还你两耳光啊 他是一个猎人的性格 更何况他有白种人的优越感 所以他觉得 你没事你干嘛忍我 你没事干嘛退让 你退让就表示你实力不如哦 所以我会步步进逼 我会一直往前推 推到你终于反击 那我停了 我就知道这是你的底线 所以美国很多时候他的作为 他是一种不但是在欺负你 而且是在测试你的底线 你不让他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 那你抱歉 他就继续往前推啊 不就是这样吗 这其实很多 很多大陆的朋友他不太了解 美国他的这个民族性是怎么样 所以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应对美国 我还觉得 我们是礼仪之邦啊 我对你客气是应该的啊 错 你对美国人 你就对了你就好了 他以理相待 您以理相待 他粗鲁对待 你粗鲁对待 他反而还觉得 哎 对你有几分尊重 不是说要比他粗鲁下流 是他怎样你就怎样 这个是很微妙的啊 不然的话 你是 你你对他再好 你给他掏金到费 他把你当鱼竿费 你干嘛嘞 这是美国这边 他在媒体上面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除了在气势上 他要压倒你之外 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美国号称是自由 但其实不是的 美国整个 整个美国三亿人 这一个国家 他所有的媒体 最重要主要的 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媒体 你全部把 把他归容以后 发现他属于八个企业财团 八个企业财团 拥有他一切的所有媒体 甚至很多很多 你好莱坞的电影系统 都是属于这个媒体 然后跟财团有勾结的 有勾连的 我用勾连好了 勾连比较比较中性 比如说阿玛隆 阿玛隆是不是一个 肌肉强大的科技公司 是 他是不是垄断了美国 线上的销售 是 那他是不是也研发很多 无人机送货 是 他还有很多很多的钱 赚了很多钱 很多的高科技的研发 所以他也是个科技公司 他是个线上销售公司 但是他的老板 还买了 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 就是美国的自由派 在媒体的重镇 所以你怎么说呢 所以为了媒体的第四权 他最后最终 还是回归到资本主义 这样你懂吗 这个世界上 地球上 没有一个真空里面的第四权 不要被这个言语骗了 我知道大陆 其实大陆现在有个困难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 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 也不愿意说这个实话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是一个台湾人 凭什么讲这些 但我必须要讲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社会科学上 我们所有 我们没有自己的系统 所有的社会科学 我们沿用的是 西方的价值体系 整个学说 派系全部都是 这个理论 这个什么都是 然后你中国的大学 其实包含了台湾也是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中国的大学里面 所有的教授 他的升等 研究 课堂里面的用的书 不管你今天教的是政治学 新闻学 外交学 你用的书有多少 是不是绝大多数 都是西方人的书 你用的学说 学术体系 是不是西方的 你最后你教授 要升等 学生毕业也要被要求 要发表在什么什么期刊 是不是也主要 都是西方的期刊 所以你完全是被西方 控制的 你思索你会以西方 以美国 美国说是对的 啊就是对的 英国说是对的就是对的 你有没有真正去反思 这个学说经不经的去检验 比如说芝加哥学派 他的理论跟现实合都得拢吗 那你说所有货币学派 真的是这样吗 啊你说所有的事情 你放在中国的现实上 真的是如此吗 对很多在学术的下台里面 我这个理论我自己讲一讲 我们说这样好棒棒 是不是事实我不管 如果真的不是 我再来修正我的模型 拜托 对中国来讲14亿人 我的生活如果被一个学说 牵着鼻子走 等到我发现错了 完了来不及了 我14亿人生活怎么办 其实 大陆有现在碰到的很多困境 有些东西就是过去 曾经被西方牵着鼻子走过 是吧 好那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 这些他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号称是媒体的自由 但在美国并没有自由 所以呢他们垄断了 所以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 心目中所看到的中国 他看不到真相 跟在台湾的人一样 大陆很多朋友觉得 你台湾人怎么那么蠢 觉得说大陆现在是穷的要吃田鼠 吃不起榨菜 但事实上人 我跟你讲 人性有善有恶 我一直告诉大家 人性本贱 你活到一个岁处你就会知道 人性很贱 然后人性是很容易操控的 你要一个人怎么想 要不然怎么会有所谓的PUA 你要去操控一个人的人性 都那么容易 你要操控一群人 你知道吗 在社会心理学上 有时候你要操控一群人 比操控一个人 还容易 所以 美国要维持他的操控 他就必须控制媒体 他发现了一个破口是 竟然 中国大陆 住在美国的媒体 他因为可以采访 所以他 报道了一些美国的一个状况 竟然成为破口 他万一 美国的群众因为这样 辗转得到了一些真相 怎么办 所以要对付中国的媒体 这样才能够垂断 垂断他的话语权 那这是美国要对付中国 照理讲 台湾的媒体 很多人以为台湾有蓝媒 有红媒 有绿媒 大家想太多了 台湾现在的舆论环境 是被高度掌控的 掌控的严密程度 比美国强太多了 所以台湾有大量的 各种各样的绿媒 深深浅浅的绿媒 那有一点点淡蓝不绿的绿 就是有一两个媒体 他是有时候绿 有时候有一点淡蓝 台湾哪有红媒啊 哪有红媒啊 笑死人了 他只是觉得如果有一家媒体 他偶尔的妈妈 蔡英文偶尔怎么样 他觉得你是红媒 戴红帽子 没有红媒 台湾没有一个媒体 敢公正客观 勇敢的 有骨气的 告诉台湾人 大陆的真相 唯一的一个媒体 我也不是红媒 我也不是共产党 我不是任何隐色 但我勇敢的 真诚的 告诉大家 大陆的真相 但我很快就被砍掉 我现在是个自媒体 那所以呢 台湾剩下来的 比如几家媒体啊 中国时报 旺报 中国时报跟旺报 是同一个媒体集团 然后另外一个零和报 零和报也非常奇怪 号称是蓝色媒体 很多来你的群众 会认为它是蓝色媒体 但它的数位版 也就是在网路上面的版 网路版 是非常挺港独 然后非常反中的 但它的纸版报纸 又稍微比较蓝一点 这个是我确切的 这个百分之百确切的验证过 他们为了要 因为年轻人都用网路看报纸 所以他们的报纸高层 就是有一个方针 我为了要吸收太阳化的支持者 为了吸收台湾年轻人的眼球 所以我要骂中共 然后我要支持港独 这锁定好一些 为了钱 为了眼球 那所以就会这样 旺报 中国时报 比较复杂一点 我不知道旺报为什么 旺报中国时报最近 这几个月来一直 有好多篇有社论 有去他向外面邀稿的 很多文章 都是站在台独的角度 然后去呼吁 中国大陆 呼吁北京 不要对台独下重手 当然他讲话不是这样讲的 他是有一套呼咙的方法 我这样讲其实有点沉痛嘛 但是我不得不讲 这么大的一个是非 不得不说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一而再再 我已经讲过了 他就是继续这样搞 社论文章 在搞大陆 我来跟大家讲 就是什么样的文章 旺报的一篇社论 你要知道社论 就代表我这家报社的立场 所以社论是不属名的 文章是个人属名 但社论是不属名 我不属名就是因为这个言论 代表我这家报纸的立场 这是非常严肃 非常正式 他的题目叫坚持和平统一 让台湾人感受善意 这个标题好像看起来没什么毛病 但已经有毛病了 为什么 因为坚持和平统一 固然这是大陆的国策没有错 但大陆并没有说 我不无力统一 所以你知道他已经在框住大陆 第二 他说让台湾人感受善意 所以他的意思说 你大陆要坚持和平统一 才能够让台湾人感受善意 这已经不对了 这个逻辑已经不对了 第二 大陆这几十年来对台湾充满善意 已经是人至于尽了 其实对两岸关系 实质上的状况 稍微有点了解人 都知道 都明白 站在今天讲 是台湾对不起大陆 不是大陆对不起台湾 是台湾对大陆毫无感情 你要说不是啊 很多台湾人都大陆很高 那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 过半的台湾人投票支持了蔡英文 过半的台湾人投票 让蔡英文以更高票连任 一次次的民调 呈现台湾人支持蔡英文这样做 而蔡英文从2016年就任到现在 一次一次每一天每一刻 都在更台独 去中国化 仇中 站队美国 对付大陆 台湾人没有很强烈的反抗 你没有强烈的反抗 就说明了你OK吗 不就这样吗 对不对 所以今天两岸的关系 你就很简单 台湾怎么对大陆 大陆的记者到台湾来 当初两边协议互派记者的时候 台湾坚持说你大陆记者到台湾 四个月要换一批人 要回去要再换人来 好 那基于对等 大陆也这样的要求台湾人 所以两岸的媒体 互派驻当地的记者的时候 每四个月要换皮 但大陆对台湾很宽松 所以我知道所有台湾驻大陆的记者 虽然四个月要回台湾一次 但是回去当天回去立刻可以再来 可是大陆驻台湾的记者 你回去了你就要重新再申请 申请非常繁琐 陆委会不高兴随时不让你来 所以大陆的记者心里面会被讲过 哎呦 没事我不要去惹台湾的陆委会 是这样 他可以这样对付你 所以东南卫视的记者 有一个叫叶清凌已经在台湾不准他来 为什么 因为他揭发了日本对台湾是顽讲的 就触怒了民进党当局 然后有两个东南卫视派驻台湾的记者 女记者是硬生生被人家赶走 被台湾赶走要求四八小时离开 台湾有没有这样对大陆有没有这样对台湾的记者 没有吧 对不对 大陆没有这样对台湾的记者 没有 然后台湾驻大陆的记者 疫情以来正常的往返两地 大陆驻台的记者 因为台湾这边是不容许大陆的报社 电视台派新的记者来 大陆说我隔离14天嘛 你不高兴我隔离28天行不行 隔离一个月不行 台湾不准你派新的人来 所以旧的大陆记者在这里 回不了大陆 这很惨的是有些人已经派入台湾 你十个月十一个月都快妻离子散 都快离婚了 回不去 因为你回去没有新的记者来 所以报社不准你回去 那怎么办 是这样子不对的 大陆学生来台湾读书的 来台湾读书的 你美国学生 境外学生到台湾都可以进来读 可是只有大陆学生不准你进台湾 一直拖了多拖了一个学期 到现在才肯 让大陆学生到台湾来读书 请问什么意思 大陆不是人吗 那台湾人如果跟菲律宾人结婚 这个菲律宾的配偶 三年可以拿到台湾的身份证 但 台湾如果跟一个大陆人结婚 这个大陆的配偶到台湾 你要6年最快哦 6年才能拿到身份证 有时候拖一拖搞到10年才拿到身份证 那一样都是人 为什么对大陆这样的气势对待 这个讲不完 种种方黄密门讲不完 那这也就算了 你不要讲说2016年到现在 所有台湾民进党政府 对大陆 对两岸 对中国所有的一切的敌视 敌意台独 要怎么样 是谁对不起谁 可是 在旺报这篇社论里面 他认为是 大陆 要让台湾人感受到善意 前面在讲说 两岸目前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大陆要转折了呢 然后他说 评判大陆 和平统一是不是成功 并不意味着 两岸是不是已经 完全实现 统一当作唯一的标准 要从更更宏大的 格局面向来看 这个和平统一 还有更宏大的格局 我们来欣赏一下 宏大的格局 是什么 他是说 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当时大陆说要和平统一 对台湾 所以呢 他就打开门 让台商到大陆统资 然后跟世界和解啊 怎么怎么样 所以大陆这40年来 也就 有很大的进步 现代化 所以他偷换概念 大陆改革开放 跟和平统一 这是两个概念 大陆改革开放 所以他打开大门 让大家进来 这是一回事 但在这个社论里面 他把改革开放 跟和平统一混淆了 他认为 大陆现在的所有的成就 是因为大陆说要和平统一 所以一旦你要五统 就毁掉这东西了 我不是说要五统 我是在 我们纯粹来讨论事情 我觉得这边社论很不道德 然后和平统一 改革开放 深圳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跟坚持只能和平统一 怎么会是一回事呢 但这边社论他把它当成一回事 然后他说和平统一 让两岸 让台湾也有进步 大陆也有进步 所以呢 这个上半场已经完成了 那下半场是什么呢 他说 这上半场的丰功伟绩到下半场 历史的使命 应该是提升大陆自身制度要素的吸引力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大陆现在的制度是不够有吸引力的 公平的讲 我并不是说大陆是十全十美 我一直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地方 十全十美的地方叫做天堂 世界上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乐园 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每个地方都有缺陷 都有不完美 所以才需要我们人活着去改变 去争取 去努力 他这个写法就是大陆你要提升你的吸引力啊 然后他下一句 台湾对大陆制度的接受度越高 一律感就越低 两岸就离和平统一 与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越近 你看到这个混蛋了吧 这混蛋写法吧 就说台湾对大陆接受度越高 一律感越低 那两岸就可以和平统一 中华民族就复兴了 所以你懂了吧 你大陆你要努力啊 你现在不够好啊 你要努力到让我台湾觉得你好啊 我对你有疑虑 是现在两岸关系不好的原因 你懂了吧 他偷换概念 一个概念一个概念给你偷换 他是说现在两岸关系那么差 他就是因为你大陆不够好 所以台湾社会充满疑虑 所以你要努力更好啊 你制度要更好 让我台湾相信你 我相信你 我就接受你 我们就和平统一 中华民族复兴 狗屁 这今年以来 疫情的状况证明了大陆的制度 是不是比西方制度好 同意吧 第二 全世界民主只有西方民主吗 民主的定义 没有别的定义吗 你写这篇社论的人 你懂大陆的制度吗 第三 为什么 为什么 两岸的心灵接近 两岸的和平统一 第一 的决定者 会是台湾来决定 为什么呢 我 你不要讲我台阶 我讲的很公平 台湾2300万人 有三分之二的人 没有来过大陆 而台湾的媒体是被高度掌控的 他根本不知道大陆的真况 如果台湾多数的人认为大陆现在吃不起泡菜 吃不起甜薯 要去找甜薯 认为大陆现在经济崩溃 深圳街上没有人 认为大陆快要崩塌了 认为香港是大陆对香港的不公平的统治 一个霸道的统治 一个齐全的暴政 你要怎么说服他 所有你想要跟他讲道理 他根本不听 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 因为他完全是活在一个透明的帖幕里面 所以你这边社论 你在讲什么屁话 台湾要如何正确的评断大陆 你告诉我好了 你忘报 好意思你是忘报 记得忘报 然后他讲 他说北京需要了解 当台湾在两岸硬实力的格局中 沦为弱势的一方时 只是对大陆的制度还存有疑虑 但中华仍是多数台湾人心所向往 固然台湾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是来自大陆的甚至是汉族的人 但不承认哪里的向往 向往的是日本 向往的是美国 这边怎么会这么样子的不诚实 他说中国大陆没有必要动辄上纲上线到民族大义 我的妈呀 你没有上纲上线到民族大义 那你要上纲上线到美国的瘦肉精猪肉吗 你要任凭台湾走台独之路吗 你要任凭台湾继续跟美国买攻击性武器吗 然后说这样子动辖上纲上线到民族大义反而会让两岸心理距离更加疏远 更会让和平统一上半场积累的基础毁于一旦 狗屁 两岸的心灵疏远 难道是大陆的错吗 难道不是台独的错吗 这边社论是要帮台独洗白 还是要跟台独下跪 讲的什么狗屁话 然后 他说如果大陆对自身深化改革开放有信心 那就应该对和平统一更有信心 时间在大陆这边 这批也是狗屁话 他说过去一段时间 民党政府已经为莽撞抗中联美至终的错误路线长道苦头 付出代价 请问付什么代价 你狗屁啊 付什么代价 你说啊 付什么代价 台湾对大陆出口继续出口 跟美国买武器继续买武器 收入金就要吃 米党 蔡英文 苏生昌付什么代价 他不是要中天付代价吗 不是要关中天吗 然后 尝到苦头 付出代价 这狗屁吧 然后蔡政府 他说蔡政府已经放软 放软在哪里 说给我听 你不要来骗人啊 然后他说蔡政府已经放软 大陆就因自信正面回应 什么叫自信正面回应 就是要接手说 哎呀蔡英文没关系啊 你要求说没有任何前提 不要有九二共识 你否认九二共识 我就应该要欢迎你 没关系 没有九二共识没关系 你不承认你是中国人没关系 你说你是南岛有信没关系 你说台湾 台湾不属于中国没关系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是这样是吧 你要加入美国第五十一周也可以是吧 这个社会来说 大陆要进一步的往前走 这个所谓的下半场 就是要靠制度的优势 这个制度包括民主 法制 尊重什么所有其他东西 然后来吸引全球的人才跟资金 然后呢 台湾就是个试金石 你懂了吗 他这边社论啊 包藏户新到什么程度啊 他这一步一步的把大陆 框到他要他走的那条路上去 你不够好啊 就是因为你不够好 台湾现在不跟你好啊 都是你的错 那你看 你过去呢 改革开放你过去是因为 因为你说你要和平统一 你才有今天成就啊 你今天如果没有 没有那和平统一 你如果想要武统 你所有成都没有 狗屁 我跟你讲真的是狗屁 然后他现在说 你要向全世界证明 你有民主 你有法治 你有制度的优势 所以台湾不用证明 美国不用证明 只有大陆要证明 那向谁证明呢 向台湾证明 台湾是试金石 可是台湾被谁控制 台湾被美国 被日本被台独控制 所以中国 大陆 北京 要一天24小时 不断的向美国 向台独向日本 不断的证明自己 我很好 只要美国 日本台独说你不好 就是不好 听一下这么荒唐的事情吗 疫情证明了中国大陆的进步 证明了中国的好 so what 那美国台湾说你不好 你就是不好 那更好笑 它里面还有一句 从1949年以来 70多年 两岸先后实施现代化 然后隔 怎么怎么样啊 发展奇迹 然后最好 最爆笑的是说 隔自探索出 获得内部民意 高度认同的治理体系 为两岸今后的经济社会融合乃至心灵气和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所以他认为台湾现况是内部高度认同 所以台湾就是对的 那我请问你 台湾现在内部是对的 台湾内部是民主的吗 是自由的吗 是人民高度认同的就是OK吗 所以参文要关掉中间是对的吗 你还忘报耶 你忘报自己这样子写 你对参议文下跪了吗 你说参议文今天所作所为是台湾内部民意高度认同吗 那他要关中间是对的吗 你告诉我 然后呢 又来一篇 他是用一个匿名的 他找一个大陆的学者 这个大陆的学者很可能今天在大陆内部 也可能在大陆外部 也可能是法轮功的人 也可能是谁 他用个假名叫吴子龟 又登在中国时报上 我讲那篇社论是忘报社论 今天有一篇叫吴子龟的 是中国时报的 他给他一个尊荣 一个非常大的篇幅 从头到尾在骂大陆 说用全世界 站在全世界看中国大陆 你怎样不好 怎样不好 我都 我以为我在看自由时报 我以为我在看绿美 中国时报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我跟你讲 我太了解媒体了 这种文章登在中国时报 绝对不是偶然 是谁要登的 是谁要登的 谁坚持要登这种文 谁坚持要写这种社论 大家出来面对面 你不要用假名写这种文 吴子龟 真名真姓大家来对干好不好 假的不用负责 中国时报 笑死你把中国这梁子给我们拿掉 好那 台海真实的真况 是非常可怕的 美国批准的卖 台湾 23亿美金的一个 最新批准的一个武器 大陆发动制裁 对三家美国军工企业 制裁 但其实这个制裁 我觉得是小规模的 因为比如说他对洛克希德 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他是一个军事公司 他卖武器的对象不是中国大陆 所以你制裁他 他其实不痛不痒 他还对了一家叫做波音 我以为说那你是不是以后不买波音的飞机 那波音就痛了 错 波音是一个大公司 他下面有个小公司 他有一个公司是专门在做国防军备 他对这个国防军被抵制制裁 但他还是买波音的民航飞机 那波音就不怕啊 他同一个集团 他又卖民用的飞机 又卖军事的 你如果要制裁就应该全部制裁嘛 你制裁他军事他也不痛不痒 不过总归大陆是对这三家开始真正的制裁 那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就说 美国不断的在卖台湾这样的武器 眼看未来我们是要能够去对付美国的 所以你对照我刚刚讲那个社论 他其实在呼噜大陆 你想想看事情一直拖下去 台湾一直被台独掌控被美国掌控 美国不断的卖给台湾更多更大量的更高端的攻击性武器 所以此时此刻的台湾手上攻击性武器不多 五年后十年后呢 更多了 五年十年后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 甚至有更多的国际的认同 认同他是一个国家 那还怎么统一 然后内部五年后的台湾内部的民意更反中更仇中 更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台湾的很多媒体 他是在帮台独买时间 台独现在需要时间 让台独更茁壮 当然大陆会更强 但台独也会更强 所以将来会更不可测 统一 统一 是一个国家立足的根本 那 统一 脱下去 越脱越久 对两岸 对中国的伤害 也越大 对台湾的伤害 也越大 因为台湾会耗费很多的资源能力能源 去反中去仇中 然后去买武器去耗费 而且将来统一之后 会有一代两代的台湾人 他会陷入迷茫跟矛盾之中 越早统一 对中国越好 这个中国包含两岸 越早统一 只有对外国越不好 这就非常可怕的状况 那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欧布莱恩 他是个大坏蛋 一天到晚在搞中国的 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怎么讲 他说 中国 他是要载制 他要操控 他怎么说呢 他是一个会讲中文的人 他说 中国两栖作战 不容易 他没有能力 攻台 没有能力 两栖作登陆 然后 他说 台湾要强化不对称的战力 要发展 反介入的区域阻绝策略 要嚇阻中国 两栖登陆 那如果美军介入台海冲突 中国 中国会面临危险的处境 中国目前设置很多的飞弹对走台湾 但如果真的飞弹攻台 台湾 是有可能遭到摧毁 但我不知道中国能从一个遭到摧毁的台湾 拿到什么 如果中国真的肆意破坏台湾 将遭到国际 辟弃 10月21日 他有接受 大西洋未来论坛的采访 他说 中国是掠夺性 强权 不但压迫本国人民 还试图脅迫邻国跟西方国家 我觉得把这个中国改成美国 可能更合适一点 他说 中国是邪恶的对手 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让步 而中国计划垄断 攸关21世纪的每个产业 你把这个中国改成美国 那就恰如其分 这些美国的政要 他对中国在全世界的各个媒体上面的 一个谴责 一个带风向 他是要制造一个国际舆论 然后要抹黑中国 不用是事实 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中国要宰治 我们看到明明是美国宰治 但台湾就会去配合美国 台湾 每年从大陆赚那么多钱 然后努力去迎合美国 配合美国 在台湾本土 就不断的不断的制造更多的舆论 然后愚弄台湾人 让台湾人觉得中国大陆就是 对台湾很恶意 很邪恶很不好 那你觉得这样下去 两岸怎么可能有心灵气和的一天 怎么可能 所以台湾的这个旺报 这个社论非常可恶 那台湾的一个军事专家 也是凤凰卫视的一个资政评论员 石七平 他现在凤凰卫视当资政评论员 但他过去是在台湾出生的 他说台海战有几个误区跟盲区 误区第一 是误以为 21世纪的台海战争 是20世纪的登陆战啊什么 不是这么回事的 是等到登陆的时候 已经进行到战争的后面了 前面有电磁战 有资源战有所有的东西 所以现在的战争形态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所以台湾人真的想清楚 不要胡来下搞 我知道台湾有很多很多的人 一直想要假装自己是 我是为了两岸好啊 所以哎呀你不要对台独这样子嘛 你慢慢来 你要专心发展大陆的经济啊 你越强将来 反正台湾跑不掉 错 台湾现在正要一步一步的跑掉 一步一步的让美国的手 更牢牢的掌控台湾 而美国要掌控台湾 来对付中国 你可以想像美国 可以把台湾利用到什么地步吗 你可以想像美国可以让台湾 将来在两岸的统一上面 几乎限于没有办法 不损伤人民的地步 所以现在有人讲 大陆已经准备好要统一了 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等待时机 如果台独要继续做梦 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尽力了 我渴望和平 但统一才可能和平 在台海上 如果台湾真的要听从台独 要被台独绑架 反对统一 然后让统一毫无希望 那就不会有和平了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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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